从金太祖完颜阿古达 带着2500名的族人 在来流河畔逝世开始 当女侦战士 以由之徒生欲寒 拒绝马蜀古父 拿着最简陋的武器 出现在冰天雪地的战场时 这个由白山黑水迁走出的古老民族 便迅速成为了整个东亚大陆最强的存在 此后 近一个世纪 面对所有对手 女侦人都几乎是战无不胜的代名词 曾经纵横草原的契丹辽国 在金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 只不过坚持了短短十几年 而这场北方少数民族间的强强对决 更让胜利者得到了女侦不满万 满万不可敌的光荣称号 对于南方的中原王朝而言 金国更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靖康之耻令北宋匆匆亡国 偏安江南的南纵 在绝大多数时刻也是被女真人予取予求 党项人远居西北之地 多年来令北宋如芒在辈又无可奈何 而天府六年 夏 金出此交锋 名将完颜楼市 金兵一战之威 便令西夏在此后百年对金国俯首称臣 而所谓金国如海蒙古如沙 面对草原上心心崛起的蒙古人 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 也同样让女真人从一开始便占据着绝对的心理优势 只是纸面的实力 并不能继续保证金国的统治地位 当蒙古纪兵 玩起长弓 由草原汹涌南下时 承平日久的女真人才默然发觉 曾经的一居细杀 即将填平金国 这片汪洋大海 1211年 陈吉思汗挥师伐金 攻破乌沙堡长城 连破淮 昌 府 三州 南下直扑金国中都 茫茫大漠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 终于迎来蒙 金之间第一次大兵团会战 关于双方的兵力 陈吉思汗拿出了他的全部家当 除了两千人留守草原 十万蒙古精锐倾巢而出 金国自然也是全力以赴 魏少王完颜永迹 动员了超过45万的兵力 扼守于蒙古人南下的必经之路 野狐岭 所向披靡的蒙古军团 对决满万无敌的女真铁骑 以55万人的生命作为筹码 争夺北方广袤疆域的归属 胜利者将主宰整遍东亚大陆 这样的巅峰对决 注定会再入史册 然而战争的结果却令人意外 没有旷日持久的拉锯 没有势军力敌的周旋 有的只是一边倒的屠杀 蒙古在付出伤亡万人的代价下 便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而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 金国军队 在两军交锋中 几乎瞬间便一败涂地 野狐岭的血色黄昏 漫山遍野的惊人尸骸 成就了东亚大陆新的强者 蒙古帝国的崛起 对于金国而言 野狐岭的失败是惨痛而无法接受的 女真人的主力几十万精锐部队损失殆尽 从此丧失了与蒙古人 在战场上正面抗衡的能力 而成吉思汗取得胜利之后 趁势长驱南下 袭破居庸关长城 竟然濒临金国 都城中都 此后数月 在猛军围攻之下 中都险向还生 外城更是一度告破 好在金国命不该绝 蒙古人并不善于硬汉兼城 而随着寒冬来临 军队粮草不济 成吉思汗最终放弃围攻 于1212年2月回持草原 中都虽然暂时逃过一劫 但金国却从此被厄运缠身 1212年8月 成吉思汗再度南下 一举攻破金之西京 同年 辽国详将耶律刘歌 在辽东举兵反叛 数月之间 便聚起十几万人马 蜿蜒涌继数字评判 却损兵折将 女证人后院起火 近况日趋艰难 1213年8月 成吉思汗卷土重来 蒙古大军逼近中都 内忧外环之下 负责防务的完颜胡杀虎 却突然率众 发动政变 完颜永济 被劫实后遭震杀 随即 50岁的完颜巡 被拥立称帝 视为金宣宗 而第二次中都之围 金国则以和亲纳贡为代价 换得成吉思汗再次退兵 蒙古人满载而归 身后留下了 更为残破的中原大帝 金国换了新的主任 但形势却依旧在不断地恶化 逐渐做大的耶律刘哥 在辽东建国 河东 河北 山东又全被烧略一空 偌大的帝国 已是千疮百孔 而新军完颜巡 首先要面对的 却是如何化解 迫在眉睫的国度危机 此时 北方屏障禁师 而蒙古人一直在塞外 虎视眈眈 考虑到金师中都 随时都有可能被攻陷 金宣宗于1214年5月下旨迁都 目标是 曾经北宋的都城开封 放弃都城南迁 极大的瓦解了女真人 抵抗猛军的信心 随着1215年中都沦陷 以及东北地区 相继发生叛乱 金国 在迁都后仅仅一年时间 便彻底丧失了 对黄河以北所有领土的统治 此时 金国的疆域范围 被逐渐压缩到 黄淮之间 瑕疏的范围 而宣宗迁都变梁之后 为防止蒙古入侵 立即调兵遣将 依据现有的地形条件 逐渐起了一条 在日后 使金国赖以续命 近20年的 关河防线 所谓关河防线 即西面 依托同关 北面 则依靠黄河天险 以20万金兵 分地化界屯防 形成一个 闭合而严密的 防御体系 聚关守核的策略 确实是困境中的女真人 唯一能想到的 保密方法 只是 维护这条漫长的防线 却需要动用 大量的兵力 和耗费 巨额钱财 金国此时 已是日薄西山 将于日渐狭窄 百姓大量流失 国力更是凋敝不堪 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 又何谈 国防建设与开支呢 有鉴于此 金宣宗想出了一个 最便捷 快速的解决方法 他将目光 投向了南方 那里是猛金开战以来 一直保持中立的宋朝 1217年 金国突然发难 在南宋的两淮金湖 穿闪三条战线上 同时用兵 女真人的逻辑相当无耻 战争中 从蒙古人手中 失去的土地和财富 直接通过侵略南宋 来获得补偿 但取仓于宋的计划 绝对是 一直表现不错的金宣宗 在继位后使出的最大魂招 陈济思汗攻克中金后 随即率领主力院征 花拉子墨 而风雨飘摇中的大金帝国 却没有利用蒙古空虚的绝佳时机 去联合西夏 南宋 这些潜在的盟友 反而对南方 人畜无害的邻居 下起了毒手 结果历时五年的清宋战争 金国不仅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反而兵马折损 实不存一 本就残破不堪的女真王朝 被拖入了更深的战争泥潭 陈济思汗西征期间 蒙古队金国的攻势并未停止 但由于主力远征花拉子墨 分配到东亚战场的兵力相应减少 罚金的力度自然也随之下降 而1224年 金埃宗完颜首续及地位后 逐步改变 以前南北两面同时对敌的方略 停止攻颂 集中全力抗盟 此后 女真人虽被困于中原地区 但凭借关河防线依旧组织起了有效的抵抗 让蒙古人一直处于渡河不能 入关不可的困境之中 1227年 陈济思汗在完成西征后 不久病逝于军中 临终之前 对于蒙军始终无法突破的关河防线 仍是耿耿于怀 并留下了假道于宋迂回灭金的遗言 只是继任蒙古大汗 陈济思汗的第三子 沃阔台却并不认同父亲的想法 蒙古人天生崇尚战斗 而新任大汗更急于用武力证明自己 继位第二年 沃阔台亲自主持灭金大祭 所制定的计划 却与承继思汗 借到宋静迂回包抄的思路截然相反 他要挥尸南下强攻魏州 进而强渡黄河 以最刚猛的露术 正大光明的濒临开封城下 然而历史有时总是惊人相似 几年前 取偿于宋的女真人 在相反遇到了笔尖岳飞的战神 孟拱 结果杀雨而归 而1230年南下的蒙古大军 则在魏州遇到了 今末最强悍的将领 完颜承河上 早在两年前的大昌原 这个女真将领 便以400人击溃8000蒙古铁骑 与其对阵的 还是号称蒙古四节之一的赤老温 而魏州之战 完颜承河上依然大发神威 以3000中校军 再次战胜数倍于己的敌人 接下来 到回谷的狭路相逢 他又彻底击败蒙古军神速不抬 和其麾下统帅的四万大军 尴尬的结果 让窝国台瞬间认清了现实 战场上依靠蛮力 并不是唯一选择 对于此时的蒙古帝国而言 不顾一切地往金国关河防线上撞 只会让自己头破血流 陈吉思汗假盗伐金的计划 在屡遭失败后 终于得以执行 1231年5月 窝国台以二十万大军 兵分三路 再次发动灭亲之战 其中 大汉窝国台自领中军 攻合中府 汉城同左路军 攻济南 而托雷则率右路军 由宝基南下 借到宋静 经新元府向东 再沿汉水公堂 邓珠州 从侧面迂回 至金国后方 最后 三路大军相约次年春天 会适于开封城下 站在上帝视角 不难发现 蒙军的中路和左路 走的还是正面 硬汉黄河防线的老路子 只是托雷迂回包抄的 四万精锐 才是这次南下 出人意料的骑兵 但右路军的作战难度 也最为坚举 且不论其路途曲折 又行程漫长 关键是 还要向南宋借道 而出于纯王齿寒的考虑 南宋断然拒绝了 蒙古人提出的借道要求 只是托雷巧许不成 便改用武力强夺 一路派兵强攻南宋新元府 再向东攻占饶风关 蒙古人残暴野蛮 掠夺诚信的本质 在暴露无遗 但没办法 在这个代表 东亚最强战斗力的民族面前 南宋实在是无能为力 为避免萤火烧身 南宋军队只能被迫让路 为了这群威神能够早日离开 甚至详细指明沿途进军路线 由此 拖雷耀武扬威顺汉江东下 直抵金国境内的邓州 蒙古军队突然出现在侧翼后方 金国朝野大为震动 在黄河防线 也同样面临猛军重压的情况下 金埃宗给出开战以来最强硬的回答 大厅天子 命令驻防同关的所有精锐部队 及持邓州 全力阻击拖雷深入国境 此次进军南下 集结了两万骑兵外加十三万步兵 这十五万人马几乎是当时金国所能动用的全部主力 而兵团的指挥官则囊括了完颜河达 伊拉普阿 完颜成和尚 武先这批金墨最杰出的将领 接到圣旨 主帅完颜河达深知情况万分紧急 挥师在冰天雪地里日夜兼程 并于1232年正月 想在拖雷到达之前 统兵进驻邓州 但此前一路急行的拖雷在前路被阻的情况下 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急躁的情绪 反而屯兵城下 好整以侠地烤肉饮酒 并不急于突破邓州后继续前进 原来在抵达邓州之前 拖雷已经和窝阔台海取得了联系 就在他和完颜河达 隔着邓州城墙对峙之际 蒙古的中陆军已经攻破郑州 冰封直指金朝国都开封 拖雷从容不破 金埃宗却心急如焚 开封危在旦夕 若金狮不保 守住西南诸州又有何用 大金皇帝哪还顾得上拖雷 这只偏尸 连夜下旨 命完颜河达以最快速度领兵回原金狮 十万火急 阻击拖雷的十五万金国主力 再次轻扯而动 连夜拔营向开封靠拢 为了最大程度的节约行军时间 完颜河达下令所有部队轻装上阵 辞重 预寒衣物通通留下 并且只带了几千的粮食 而猛军这边 眼见完颜河达放弃邓州北上 拖雷也立即派兵尾随 伺机而动 一路之上利用骑兵的机动性 不停骚扰 金军仓促出发 依山单薄粮食缺少 恨不得一步迈进都城开封 但此后 无论白天黑夜 也不管是埋锅造饭 亦或安营扎寨 对手总会神不知 鬼不觉的突然窜出 往往是一阵劈头盖蕾的剑语 毫无征兆的袭来 等女征人反应过来 冲出营帐追击 猛军又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金军一路上时刻提防 正常饮食睡眠都受到极大影响 在冰天雪地饱受折磨 而蒙古人却始终如同幽灵般 环伺左右 如影随形又来去无踪 公元1232年正月12日 筋疲力竭的十几万女真人 跌跌撞撞地来到军州西南的三丰山 而一切都将在这里画上句号 三丰山由三座不大的小山 依此排列而成 此处既无险风绝壁 周遭也罚雄爵壮丽之景 但因为猛精两国生死对决 这里将注定被载入史册 行至三丰山 金军本已利用人数优势 将拖雷的主力包围 不料窝括台 派出接应拖雷的部队 及时抵达战场 两军合力 又对女真人形成了反包围 但哪怕是中路援军的加入 猛军兵力也只有五万人 其实被困三丰山的金国军队 在人数上仍占有绝对优势 若放手一搏 最终鹿死谁手 尤为可知 但也许是天王金国 决战最关键时刻 突然天降大雪 且一连数日不止 三丰山附近 百物必空 人不相敌 而如此恶劣的环境 几乎给金军带来致命的打击 女真人发迹于东北 本来不惧严寒 只是入住中原后 百年的太平岁月 让他们早已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抗寒能力自然与漠北草原上 风餐露宿的蒙古人 不可同日而语 更何况 蒙军准备充足 而金军缺一少食 人困马乏 大雪纷飞的三丰山上 女真士兵恶动而亡数千人 剩下的人大多也是江洞无人色 别说抵抗 甚至连握紧兵器都相当困难 而正当完颜何达 考虑如何突围之际 蒙古人却突然放开了一条 通往军州的生路 围三却一 看似网开一面 实则是为了避免鱼死网破 故意露出的破绽 而九昆冰天雪堤之中 极尽绝望的金冰 陡然看见生路 几乎瞬间疯狂 然后便是不顾一切地冲出包围 只是从三丰山走出不到十里 两侧的树林和山岗中 突然伏兵四起 弓箭如飞黄一般袭来 接着 蒙古骑兵冲杀过来 将金兵阵型完全冲散 切成树段 然后分割屠杀 血色黄昏之中 三丰山成为女真人的炼狱和坟场 除几千人侥幸逃脱之外 十五万女真人几乎全部战死于 通向军州的山路之上 即使逃出去的人 命运也很悲惨 金军副帅 伊拉普阿逃往京都 于半路被俘 面对劝详士高呼 我是金国大臣 只因死在金国境内 最后遭猛军杀害 主帅完颜何达 在完颜成和尚的拼死保护下 冲破重围 逃入军州城 然而猛军随即杀到 城池也几乎立即失陷 完颜何达在乱兵中被杀 最耐人寻味的是完颜成和尚 这名汉将不愿窝囊死于乱军之中 于是在巷战的间隙主动现身 高呼 我乃忠孝君主帅完颜成和尚 随后坦然前往拖雷 大赢赴死 如果说野红里一战 令女真人元气大伤 那么三丰山的惨败 则让金国彻底生机断绝 再无任何还手之力 这场生死大战结束不久 关河防线全面崩溃 蒙古人从四面八方涌向金国都城 开封被围后又发生瘟疫 从而酿成近百万人丧身的悲剧 1232年12月 金埃宗眼前开封淡尽凉绝 无奈率少数陈将南逃魏州 此后一路辗转归德 博州直至蔡州 1234年 蒙宋联手攻破蔡州 119年历史的女真金国 宣告灭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